嗨!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乾杯 我是小菜 各位,等一年了 現在今年年底到 最期待的就是年菜開箱了 我們還沒開始就有一些朋友 在Facebook 還是做給我們留言 甚至直播都有在問說 今年的年菜咧 對,沒錯 好,那我們現在年菜開始開箱 我們今天第一集 我們先開台灣最強的年菜 南台灣最強年菜 各位,就是這一箱啦 真的 有人看到LOGO應該就知道是哪一家了 應該就不用我們再做介紹了 就是鄧師傅 我們去年開箱鄧師傅的年菜的時候 很多人反應都很好 去買說他們年菜真的很好吃 因為人家真的是真功夫 好,那這次今年我們 一樣再選八道年菜 然後我們都選跟去年完全不一樣的 對 好,順便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來打開吧 好 各位出現了 全部這個八道 我們依依介紹給大家看 好,第一道 鄧師傅的鮑魚干貝荷葉飯 第二個是東坡梅花排 第三個是 哇,很大隻 各位 喂,一瓶屋森 你看,哇,很大隻耶 哇,你阿嬤這 哇,我們要吃到這麼大隻的屋森 再來是富士房金倉 哇,這個你看,包得好好喔 我們把它打開一下給大家看 喔,這條魚好漂亮喔 喔,好大一尾喔各位 接下來這是蔥燒原蹄 喔,蔥燒原蹄 對 這絕對很好吃 鄧師傅在這裡啦 喔,這裡有鄧師傅本人的照片 台灣十大優質創意大廚喔 這個應該大家都要知道 你要懂得吃的人,一定要記住這個 一定要記住這個人 來這裡吃就對了啦 大四喜 大四喜 對 這真的這麼大顆 棒球啊 好賣啦 它長這樣 你看 下面的鍋子 各位,這還送這個不鏽鋼厚底鍋耶 厚底鍋,厚底鍋 對 超屌的啦 這鍋子不夠錢吧 不便宜啊 而且它這樣讓我們家庭主婦 就是我們要附熱的時候超方便的 你不用再另外找那個器皿了 它就直接給我們了 這個是花椒鮑魚燉土雞 這個鮑魚也很大顆 對,鮑魚也很大顆 這個鍋很棒 而且這鍋都還有帶T8喔 這個真的是太有產業了 這個 杏汁燉木瓜 各位,看一下 這個很棒喔 這道甜點超特別的 那總共這8道 是的 我們馬上來把它熱一熱吧 我也好想趕快吃 各位,我們轉不及了 好,那我們就來熱它吧 好,我們就來熱它吧 好 咦,甘妹你在做什麼 我要剪開啊 喔,這個不用剪 有一張小說明書上面有寫 就是請勿 將真空袋剪開 以免水氣激入影響味道 喔,對喔 我才不記得 欸,各位 他們這個袋子啊 都是那種耐熱袋食品級的 對 那個耐熱度有120度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去把它剪開 對 喔,各位 這隻魚實在是太大隻了 放進那個蒸鍋裡面 是的 所以我們另外再開爐 我們用炒鍋 你看黃金山好大隻喔 它放進來 它放進來 也已經把鍋子給佔滿了 那我們就來蒸它吧 完成了嗎 是的 現在把它打開吧 喔 所以你看那個袋子不要剪開 就是這樣 蒸氣它會在袋子的外面 對對對 像一般有的人如果說 直接自己剪開 那個水都跑進去 像它這有一點點蒸氣的水在這裡 對對對 不多但是還是有 哇 我接下來要吃到這麼大隻的烏森 哇,這個果然是一瓶烏森 一瓶的,對 哇 小菜的時候只有這樣 真的是好大隻 各位 你們看到我全部都好了 一個小時就搞定了 是的 對啊 很方便耶 哇,而且每樣都是大菜 我在弄的時候一直蒙噴口水 我也蒙噴口水啊 各位 這實在是太難熬了 我們可以開始吃了嗎 好,我們開始吃了 好,我們開始吃了 很好吃耶 很好吃喔 嗯 我剛才那個打開的時候 就聞到那個荷葉的香味了 嗯 我吃半顆啦 好,你吃半顆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肉好厚喔 對 東坡梅花台 一個很大的 這個肥瘦均勻的 程度有沒有 各位,這塊肉 一般我們好像都買不到耶 就是那個市場上 或是超市沒有看過啊 對啊 我沒有買過棉花牌 我也沒有吃過棉花牌 這是第一次吃到 嗯 整個瘦肉 油花 跟調味都很好 嗯 好像有一點 蔥味齁 蔥油的香氣 嗯,肉 它很厚耶 乾杯 你從這邊看 你看 你從這邊看這個肉 這麼厚 哦 它的瘦肉 一點都不會柴 吃了之後就會化開 而且那個肉 超入味的耶 台灣最想公布年菜 普通就不蓋了 呵呵 我覺得喜歡吃豬腳的 一定要點這一道 對 它這裡面 有絞肉跟魚漿的餡欸 然後吃得到有壁脆 我發音有正確嗎 有 不是英文 我知道 這塊這麼大塊啦 那烏森的Q彈 再加上裡面的海味 這一道菜啊 就是要定 因為如果媽媽在家裡 做這個太高幹 我們也做不出來 還有白菜有干貝 它這個肉餡很好吃耶 真的喔 我覺得它那個有點粉嫩的感覺 嗯 很棒 嫩的對 嫩的喔 不會乾柴 這絲絲頭好吃 你看看出來 這魚好大隻耶 這魚超大隻的 哦 有夠肉的啦 他們家請出最大的盤子 才把它勉強 放進去 但是它尾巴跟頭還是跑出來 哈哈 肉超厚的 嗯 超厚喔 它的那個魚肉的口感 是算是比較結實 對 結實 而且喔 很入味 大家看下面有很多的蔥 對 嗯 魚超棒的 嗯 而且那個過年的時候 通常就是也都一定會有魚嘛 所以這一道我們也是很推薦的 好啦 快點訂閱啦 快點訂閱 我是說叫大家訂閱 對 趕快還沒有按下去的 馬上現在就按下去 好 我要犧牲給大家看了 好 等你三秒 嗯 三秒 好 乾杯可以吃 三秒 哦 這真好喝耶 這鮮耶 有雞肉又有鮑魚花椒 應該很鮮甜吧 很鮮甜 鮮甜 裡面還有干貝 裡面還有干貝 對 這個鮑魚的口感真是超好的 有點Q 有點脆 它不會軟爛耶 我記得這個雞湯 它蒸的時間是一個小時 所以蒸起來剛剛好 對 蒸起來剛剛好 大家照它的時間去蒸 但是我發現它這整鍋湯裡面花椒 超多的 用料太大方了 鄧師傅 清爽 濃但是清爽 不會太甜 它這個木瓜也是 整個入口即化 但是它到表面的地方吃起來是脆的 對 我覺得它這個杏仁的比例很剛好 對 吃起來那個味道 不會太很杏仁的那種味道 是很純的味道而已 對 這個如果是不敢吃假杏仁味道的 這個可以試試看 對 這個真的杏仁 所以它是用天然的糯米來做這個黏稠感 不是加一些其他 對 各位 像你在吃年菜 你在看年菜 你要定 你要去一定要看它的那個食材表 它裡面到底是加什麼 我覺得真的 這個 你去訂其他的年菜 那個魚不可能這麼大隻 一瓶烏身 這個才叫一瓶烏身 我以前 你毛毛床嗎 一瓶毛毛床 你知道嗎 那個完全不一樣 這隻這麼大隻 喔 我還沒吃過這麼大隻 對 所以就是乾杯再說 這個就是吃室 吃室 好 各位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一次開了八道年菜 八道吃下來也累了 到極限了 極限了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各位講一下 不要那麼急著走開 要看到最後 不然你會後悔 後悔 對 各位 我們要分享兩件超好看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影片留言抽年菜 我們抽獎的辦法 我們留到最後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這次訂購年菜 乾杯他有試著 跟鄧師傅聯繫看看 是不是可以幫本師朋友 爭取優惠 結果鄧師傅 他們很大方爽快的答應了 訂購的時候 要在12月24號之前 早鳥 他算早鳥訂購 然後他就是說 你今天結帳的時候 你也記得要輸優惠 這個優惠碼 K2020 因為他 這是我們跟他講 就是說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 會員朋友 或是我們的觀眾 對 他會依照這個優惠碼來講的話 就是給大家做優惠 是的 好 希望就是說 對想要購買鄧師傅的 年菜的朋友 可以爭取一些優惠 真的 好 記住各位 我們這個沒有什麼抽用 這個單純是幫大家爭取福利的 是的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去購買阿基的輸入優惠碼 對 那個網址的話 鄧師傅購買年菜網址 我們就放在下面資訊欄的位置 放在資訊欄 對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過去看看年菜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年菜的抽獎 喔 年菜抽獎 各位 這次喔 這個只要大家去乾杯小菜的FB粉絲頁 就是我們的粉絲頁 對 然後找到這一支年菜開箱的影片 我們會自頂 我們會自頂 對 然後你要按讚留言 並tag一下鄧師傅 是的 把這個影片分享到自己的FB 我們就有機會抽到年菜 這是價值480元的鮑魚干貝荷葉飯 兩名 兩名 抽兩名喔 抽兩名喔 大家趕快去留言喔 我們就在12月24號公佈好了 好 那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去按讚留言吧 對啊 這一次這支影片 比較特別是在FB留言喔 對 大家要記得去留言 抽獎菜 就這樣 好 那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好 記得訂閱分享小鈴鐺 支持我們的朋友請加入會員 好 OK 就這樣 拜拜 我這個吃年菜吃太飽了 我要去 我要去跑超長了 好 我們去跑超長了 大家拜拜了 好 拜拜 Q小 Q小你也工作啊 你也去工作 但是我好吃吧 好 Q小還撞到鏡頭